5點18分來關心天氣 我是吳宣彤 今天台北的天空暗得比較快 最主要是因為這午後雷雨 下的時間比較晚一點 過去我們都說這午後雷雨 感覺下雨的時間 會比較集中在2點到3點 但是有時候不一定 在中午之後 都是熱力作用容易發展的時間 但是這雨最大的 不過就是這一個小時 時間越晚 這雨就會逐漸的趨緩 而在過去一個小時 是月亮最多的地方 是出現在新北的中和 來到石雨量60毫米 另外像是在土城還有新店 石雨量都是在50毫米左右 我們來看到明天的天氣 大致上跟今天狀態差不多 但是午後雷陣雨的範圍 會再更度的縮減 最主要是因為太平洋高壓值 相對還是在台灣的附近 相對比較穩定 所以午後雷陣雨區域 會偏重在山區 而在迎風面地區 像是在中南部 也會有一些短暫的陣雨 中南部的陣雨 是在早上和晚上的時候都會有 畢竟他們是處在迎風面地區 還陸風的符合 在迎風面沿海的時候會先下 接著到中午的時候 會慢慢的往內陸的地區 來做拓展 而至於在溫度部分 沒有下雨的時候都很熱 各地的高溫都是來到 32到34度 甚至直部地區會來得更熱 因為整體的雨相對是比較少的 所以像是在大台北地區 花東縱谷一帶 高溫都有可能來到36度 甚或是以上的高溫 提醒大家沒下雨的時候 要做好高溫防曬工作 再來我們看到未來幾天的天氣變化 大致上從禮拜三禮拜四 接著到禮拜六之前 天氣會一天比一天還會穩定 但所謂的穩定 不代表說完全不會下雨 因為畢竟夏季的典型天氣 就是高溫加上午後雷雨 只是午後雷雨的範圍 會更偏重在山區 而在平地也會 但是平地降雨的範圍 會比較落在近山區的位置 而在整個天氣上面的 比較明顯的變化 至少在這三天和這四天看不太到 只是明天的水氣會比今天 來得再更少一點點 最後我們要來做一個重點的整理 大致上以溫度來說 這幾天都還是很熱 尤其在沒有下雨的時候 高溫北部地區 像是在大台北 彭蒂 有機會來到40度以上的體感高溫 而在實際上的溫度 則是落在36到37度 局部地區會有出現 這麼樣的高的溫度 而在花東縱谷一帶 也是需要留意 像是今天在台東的石寧山 也出現了疑似的焚風 因為高溫都在36度以上 再來大家關心有沒有可能 在日本南方海面 有機會成為一個颱風呢 目前看起來 就算它有發展成熱帶低壓或颱風 也不會跟台灣有太大的關係 而是會往東北的方向來移動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說明